今天想和大家談談一個關於賣廣告的問題 特別是在報刊、報章上賣一些小廣告 很多人都覺得在報紙賣廣告 很久沒有人做這件事了 還有沒有人賣報紙廣告的 甚至你賣了有沒有人看報紙廣告 再徹底一點就是有沒有人看報紙的 有多久沒有自己拿起一份報紙來看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說很久 很久都不記得 有多少人就算上次有拿起報紙 在猛看的廣告 可能也是極少數會這樣做 但是為何今天忽然來到8月的時候 我們會談報紙賣廣告的問題呢 因為我們發現到 也不是發現了 大家都看到了 其實很明顯的 就是有幾個近期出現的 在報章上賣廣告的很奇特的現象 不知道是不是叫奇特 但是總之是很特別的 很值得注意的現象 值得拿出來談談 是啊 這個報紙廣告這件事 小小廣告 不是那些賣產品有頭版的那種 不是那些 但是可能角落頭有一格子那些 突然間好像有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這幾天大家討論得很多的 就是有政治人物 我會這樣說 政治人物呢 就是登報和他的親人 屬於脫離關係 真的覺得很懷舊啊 我覺得這件事 很懷舊啊 哎呀 好像 是不是以前看電視劇 還是什麼才會出現的劇情 我覺得原來是還有玩 就是覺得叫玩 玩脫離關係 這件事 我知道你說懷舊是脫離關係 很懷舊 首先脫離關係這件事已經 就覺得 什麼年代啊 有這樣的事情嗎 第二就是 還要是很懷舊的那個畫面 那個排版 就是在報紙見到的那個黑白畫面 這樣就突然間發現 咦是呀 由以前到現在 原來還有人在做這件事 原來還是會登報脫離關係的 整件事是的 我又不會用懷舊來形容的 不過因為我就覺得 你說很懷舊 就因為還有人脫離關係 我覺得現在整天都有人脫離關係 不過現在輕叫割席 這樣解釋嘛 還有懷舊的 或者現在很少人做的 我們很少留意的 或者真是少人做的 就是登報去聲明脫離關係 是 真是很少見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無論我童年 或者青少年時代 或者可能 不用太久以前 對我來說不是太久 直到十幾二十年前左右 都真是間不中 還有見到這些廣告 是的 有些就是親屬之間的脫離關係 是的 本人宣布自此跟什麼什麼脫離父子 母女、母子的關係 自此各行各路 其實只是公開地宣稱 他跟他的親人是割席的意思 是的 但是這些廣告確實 就真的很久沒見了 最少都有十幾二十年 基本上不是太過分了 以前除了親屬脫離關係 還有一隻就是公司 跟他的前僱員脫離關係 喏 我的幻想裏面 如果要跟家人脫離關係 一定是有些 譬如說 我不會再幫他還錢 不要追我 就是那種 就是要脫離 我世界比較單純一點 我又未必想到要還錢 我恨他 就是我恨他 是的 總之跟他不合理 或者是有某些東西 其實都可能都是利益的關係 利益的關係 就是想跟他切割 公司更加是 公司跟僱員 就是有些會 登堡某某人 就是本公司前任什麼什麼經理 前任財務總監 就是已經離職 今後一切華洋交割 就是這麼說的 一切華洋交割 一概與本公司無涉 就是說他離職了 他現在出去到處行走江湖 欠人錢 偷偷拐騙 我們不上身 不關我事 大家就不要追到上來 可能跟你剛才那種欠人錢 免得大耳孔走來 他們臨紅柚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又或者是前僱員做得太多壞事 整臭了公司的名字 你這樣說 我突然發現 那種古典的感覺 就是那些什麼華洋交割 不知瓜葛還是什麼葛 瓜葛 好像是 因為我們都不懂寫雍式關係 寫錯了爺式關係 什麼我們不懂寫 是他不懂寫 不是我不懂 就是讓我看見 我都不知道他錯了 就是要有人提點 就是那種 是否寫啟示 那些正式中文 不是好 不是好 搞得好 你小時候沒有讀的嗎 沒有啊 我們中學小學一定要讀寫應用文 就是沒有啊 就是沒有 我小時候有一科叫赤讀 是一科來的 不是一科 是中文科 或者那時候叫國文科 裏面的其中一個 不懂怎麼說 那個sillibus裏面其中一部分 赤讀的字 這個字眼古典到你完全不知道是什麼 其實我的理解就是寫一些應用文 寫應用文 就是寫一些實際上 譬如你要寫啟示啊 就是留辯條給別人 學寫辯條啊 等於現在要學 打Whatsapp一樣 打Whatsapp的message應該是怎麼寫的 有規範的 有規範的 有規矩的 不可以亂來的 然後呢 去到中學 又再讀多一轉 那時候就叫應用文 哦 應用文是真的要學寫的 有不同的泛文給我們看的 很過癮的 那講講一下我想起一下 這些啟示除了說那些脫離關係之外呢 還有一種的啟示呢 跟關係有關就是建立關係的啟示 是 結婚啟示有沒有聽過 沒有啊 真的沒有見過 真的沒有見過 那你如果現在收到別人結婚的請帖 裡面講的那些東西 就是古典一點的話 我倆謹定於 或者誠父母之命 如果新派的 沒有那麼古典的那些 就這樣說 就是 不知道什麼東西了 就是我們幾天結婚 你來吧 那類的 那時候 我突然想起 那時候是有結婚啟示的 報紙裡面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就是講一下我的童年 我的中小學階段的時候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一種 就好像請帖裡面寫的一樣 我倆謹定於2022年8月8日 下午7時在這個D100舉行婚禮 什麼什麼的 是的 那 我還很記得 為什麼突然想起呢 就是因為我醒起來 那時候教我們中文的毛老師 就告訴我們 他說他在報紙上見過最爆的 那時候他叫做最厲害的 最爆的一個結婚啟示 就是只有幾個字 我們結婚了 然後下面只有兩個名字 嘩 厲害的 厲害的 現在看也覺得很厲害 就是 型的 很型的 越短就型的 是啊 還有那時候不流行這樣寫的 所以他們真的很刻意的 很反傳統 又沒有父母的名字 又等等 大逆不道 不知道是不是離家出酒 是私奔的 或者這些 一些雜染了洋氣才會做到那樣的 這樣也好 雜染了一些陰氣 但是他可能學校就沒有讀 那科什麼赤讀 不懂得這樣 不是的 通常破壞這些規矩 我們不要說破壞 顛覆這些既有的既定的規矩 通常都是因為很熟悉的規矩 才能做出那些事情 即是故意玩 他不是不懂 就不是說 我明知道有雍式關係 是我故意不用 故意顛覆他 即是說了爺式關係 其實應該肯定是不懂的 是不懂的 因為他平時以往 當他未破裂關係之前 反過來 關係未破裂之前 他是叫這個人做老爺的 所以是爺了 所以他也不會說是老式關係 想不起這個雍字 但是呢 即是說 為什麼我有這個 覺得很懷舊的感覺 包括那種很正式的中文 以及其實結婚 脫離關係 這些都其實會常用的 令到你學校都覺得你要學 因為有機會要寫的 但是我這個年代已經就 可能沒有這樣應用 所以就不用學這個應用文 因為現在那些人沒有怎樣做這件事 就算什麼呢 我想說一件其實不是完全相關 但是其實都是一種啟示 不過它是特殊的啟示 就是傅民 是 即是死了人 即是死人燈那些傅民 有些人不懂得讀他的字 說是符文 那是傅文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讀符文 經常都讀錯 因為我聽過其他人說符文 即是傅民 其實都是一種啟示 你想一下現在 不過你可能都很久沒有拿起 實體印刷版報紙來看 即是現在是極少人登附文 但是還有 還有呢 少量呢 那些就是怎樣呢 其實就是通常你會留意那些傅民 就是一些可能是大家族 或者說他的家人 或者他的親屬 跟他有關係的人 覺得這個人是重要的 或者這個人的親屬 是有些重要人物 是社會上有相當的人 會知道他是誰 那麼他會告訴他 這個人是過了身了 我最新近見到的 在報章上出現的符文 就是羅啟銳導演 哦 Alex Law 就是知道是哪位 《歲月神偷》 《秋天的童話》的編劇 羅啟銳導演上個星期 就舉行了告別儀式 之前應該是他的一班好友 就幫他登了一段符文 就是因為羅啟銳導演 其實都是一個公眾人物 很多人認識他 也有一些跟他認識 但又不是熟悉的人 可能都想去參加他這些告別的禮儀 那就是要這樣公告給人聽 幾時幾日在哪裡舉行 是 但是呢 我就是 這裡有一點點不明白的 就是廣告廣告 那就是要廣告天下 廣而告之 你找一個方法 覺得最多人會看到為止 但是究竟報紙還是不是有這個功能呢 尤其是在那個小廣告的格子 我們有沒有真的覺得沒什麼事都走去看看呢 如果我在網媒上下廣告又如何呢 我在自己的網上的一些社交媒體的戶口 去登一段有人轉發 那會不會其實可能 就是不知道啊 是不是可能接觸到人更加多 那所以令我聯想就是說 其實會不會這個廣呢 已經就不是唯一啦 起碼的原因啦 就是還是這個小廣告 有一點點覺得是不是 就是有個習慣在這裡 脫離關係當然是登報的啦 就是這樣 嗯嗯嗯 登報好像 脫離不到的 脫離不到的 哈哈哈哈 那這樣啊 就是這裡有 你帶出了幾樣東西都很值得想一下 就是首先呢就是這個廣 就是在報章上面 雜誌上面登一個這樣的所謂小廣告 是不是真的這麼廣呢 是的 我都幾肯定呢 其實就不是真的很廣的 是的 他不是很廣 就是因為呢 可能 可能啊 沒有你在你的Facebook Page啊 或者說某些網媒上登廣告啊 或者Whatsapp 到處通傳啊 是的 就是還reach 到更多一些人 但是呢 就是當然視乎你認識的 你的圈子裡面有接觸到多少人啊 當然是吧 但是呢 就是網媒跟你在你自己的私人的 社交媒體帳戶那裡出一個status 是不同的 是的 OK 就是在網媒上登廣告 始終它都是一個廣告 在你那個的 就是如果是一個正式的網媒來講 比如香港獨立媒體那樣 嗯 又或者是其他網媒啦 當然很多大的重要的 香港重要的網媒已經沒有了啦 現在 幸好是有些新興的出來 但是他們暫時還沒曾接廣告啦 暫時都還在那裡 好像不過啊 還在那裡 還在那裡忍辱著 還沒曾去到那個地步 還沒想那麼快就開廣告時 不過提外話 那回來就是 就是你在你的私人的社交媒體帳戶那裡 發放消息 嗯 這個呢 即是很容易出事 出事的意思就是 輾轉相傳的時候 人家會說 哇 究竟是不是真的 嗯 那譬如啊 啊 啊 容女士 是 或者其實他是 是 袁太 是 袁太其實應該是 袁太就在他自己的帳戶那裡 周圍通傳一件事 那些人一定會問 是不是他來的 究竟 是啊 就算他自己 就是官方認證的一個專業都好 都會覺得 是不是被人 會不會被人head了啊 被人整股他啊 這樣又行的嘛 但是呢 如果他去到一個 先講網媒 在一個網媒的登廣告 任何負責任的媒體 不論你是網媒 還是紙媒 還是什麼媒都好 我要強調負責任的媒體 他都一定要經做一件事 叫做verification 就是說呢 要認證你來登廣告的那個人 是真是你 或者是一個真正 你授權代表你的人 嗯嗯嗯 如果不是呢 就 喂大哥 我有一天 我去某某某網媒 登一個廣告 說你 Ms Lydia 跟誰誰脫離關係 你告到我七彩 如果你不是授權 你不是真的想這樣做的話 是不是呢 所以媒體 正式的媒體 是會做這個認證的過程 就是確保你來登廣告的這個人 是真是你來 你是真是要登一個這樣的廣告 是 還有呢 他們要看起來就是 你在登廣告 在你的廣告裡面 登這些這樣的東西 會不會犯法 有沒有誹謗等等 那些成份 現在當然要加上一樣 會不會踩到國安紅線 現在很緊張這件事 那麼 如果好了 但是 為什麼不在網媒上登 登梓梅 第一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登網媒 可能都有 但是為什麼登正式的印刷的報紙呢 就是 這個呢 很巧妙 你說是習慣也好 你說是什麼也好 習慣的意思 就是說 嘿 脫離關係 當然是登 當然是登報 但是 在報紙上出現 印了出來 你不能走 你明白嗎 有一個不能走 走不了數 走不了數 就是 譬如在網媒上出現的廣告 可能其實他只是刊登一段時間 然後就會消失了 你怎麼找都 我不會說怎樣也找不回 但是 很容易找不回 尋了底 很難找得回 但是你在報紙上 說得出 他說他在2022年8月多少日登的 那個廣告 在什麼什麼方向報A23版 我記得 就是東方日報A23版 你找回那天的幾月幾日 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 那一版廣告 你就會找得回那個東西 嗯 這個也很有趣 因為不單止你說 那個網媒的方針 可能他擺一個禮拜 就拿回來 那個廣告 那就是 一般人就慘了 另一個我們經歷過的就是 其實網上的整個資料庫 可以一夜就剷走的 是啊 一夜消失了 是啊 或者改了 改了啦 消失了啦 香港不是英國殖民地嘛 從來都 是吧 等等呢 其實網媒就是 他的好處和壞處都是方便改 是吧 是 但是呢 這個實體呢 叫做紙本 還是叫什麼印刷板呢 起碼我現在的理解呢 就 譬如大學圖書館啊 可能公共圖書館都是會買的嘛 會保存的嘛 是啊 是啊 那真的有一個永久保存的效果 是啊 所以也都令到這件事更加正式 不過我不知道的呢 就是你說的那種 現在還有負責任的媒體呢 他會找清楚是不是登報那個真是容海恩啊 這樣才去登 其實任何聖水的媒體 都應該要做這件事 都應該要負責任的 因為有什麼依蚵的時候 他自己會上身的 嗯嗯嗯嗯 這些就是我作為讀者 他未必有想到的東西 所以就是說從登報那個人的角度 他未必有這樣想 你有認證所以我用這個東西 但是就習慣上覺得 是要這樣登報好一點的 正式一點的 不是隨口說一下 不是發脾氣那時候 就是上網說兩句 然後又收回 是啊 我昨晚喝大了而已 是啊 就是登得報就不收回的了 那種感覺 是啊是啊 所以縱使現在說 其實登報宣佈脫離關係 是沒有正式法律效力的 是的 雖然是這樣說的 但是始終有一個公告天下 或者說嚴重的 超告天下的作用在那裡 而那些人登報也好 或者你想尋求任何的 就是這些宣佈也好 無論你結婚啊 脫離關係啊 生了個兒子啊 死了個我啊 死了個媽媽啊 就是你都是想社會上眾人 有一個社會上的所謂 社會上的所謂 或者公眾人士 而且其他跟你不是日籍相對的人 他們都知道這件事情 那這個脫離關係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表態來的 就是它表明一個態度 我要跟這個人割蓆 是吧 說要知道它是我老公的父親 說要知道它是我小朋友的爺爺 我跟它割蓆 我跟它沒有關係 那這些 不過這樣說 回頭都要說這件事情 其實就十分黑色的 或者十分蒼涼的 這件事情我覺得 雖然我剛才一直都說 這些登報什麼什麼 脫離關係、建立關係 自古以來都有 我的自古 由我童年開始接觸報刊 我已經看到這些事情 但是 現在這一次 袁太是一個 很明顯是一個 已經說到明 是一個政治原因 而做這個脫離關係的公告 我有留意 有人分析那個內容 其實就是以前那種脫離 很簡單 你就一句 我什麼什麼 就跟ABC 跟DEF 就脫離關係 就完結了一句 但是其實這一次 很特別的 就是它更大的篇幅 就是解釋各樣的原因 其實是一個國安法的廣告 解釋 國安之下的見證 是的 這樣 這個原來是屬於很特別的 很特別 就是 我想 因政治的因素 作一個政治上面的 或者政治立場上面的表態 大陸的術語 就是 表示自己的態度 而這樣登報公開地脫離關係 我相信極可能是 極可能是香港有史以來第一宗 而有研究中國政教關係的學者私底下 說陸續有來 當然是閒聊的時候這樣說 但是我都相信是真的會陸續有來 那是非常之黑色 非常之悲良的一件事 我覺得 袁爺爺 就是被割席的袁爺爺 就自己已經說了 就是幾年前已經預言了 會有這件事發生的了 也都不是說他自己這家 他都覺得是會陸續發生的 是的 現在就是叫做開波的意思 我們好像香港現在真的進入一個 公開地割席 因政治因素公開割席的 即是私底下家裡 政治立場不同 不抽不採 或者說話避重就輕 或者不去這裡吃飯 這些真的很多 過去幾年裡面出現了 無數大家很多人都經歷過 但是這樣的做法 公開正式數完它再脫離 是的 白紙黑字地 是一個永久永遠流行的一個媒體 公共的載體上去宣告這件事 我想歷史學者就很有感覺 勾起他們很多的會議 是的 所以今晚過晚一點 九點半的時候 大家留意一下我們的時代觀景 的YouTube頻道 就說 迎福曾教授今晚會講一個歷史的故事 即是現代歷史的故事 就講一個被履而控訴的父親 被履而割席 公開地割席的父親 就是這個當年的燕京大學的校長 被女兒在控訴大會裡面批鬥的 這個故事 這個前居可鑑大家留意 還有我們成功賣了廣告 好